證棍監察組的時候 昨天我在《正向下午茶》也說了一點點 但我沒有資料在手上 有些事情我也不敢說 原來有18個議員 還有有32個機構 說向非永久居民派消費圈 其實我覺得它的要求沒什麼所謂 非永久居民派消費圈 這不是什麼問題 但是它拿出來的理由很有趣 它的理由就是這樣可以告訴別人 香港是廣立人才 釋放歡迎人才來港流港法的信號 會不會有人才為了區區的消費券而留在香港呢? 我覺得有什麼關係 我是想不到消費券和留住人才的關係在哪裡 我告訴大家 那十八個議員是哪幾個 現在記著這些議員 某程度上都是一輪輪的政棍 一輪輪的政棍包括了誰呢? 第一位是孫東 第二位是嚴江 第三位是張欣宇 我也有這條曲街粉 第四位是吳傑莊 然後有一個叫劉之鵬 還有就是李浩然 還有林小老 陳月明 邱達根 陳少雄 譚岳恆 這個很像楊岳橋和菲基豪 合名的一個名字 譚岳恆 譚岳恆 看一下這個名字 我也不知道他 不認識他 譚文豪再加楊岳橋 Anyway 不要緊 還有一個叫梁美芬 福基也是他 接著有一個林志遠 容海恩 黎動國 黎佬也有份 陳沛良 接著還有一個厲害的 也是古靈精怪 江玉福寬 還有一個洪敏 他聯同了香港新方向 香港優財及專財協會 香港華清會 華清會就是之前有三十七歲少女的 那個三十二個組織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 香港華清會就是三十七歲少女的群組 又沒有用安心出行 那個三十七歲少女 他就是香港華清會的 嗯 有份 他們就向後任特首李家超 發表聯署信 他的聯署信 又是聯署 是的 他就說香港有不少金融科技人才 未住夠七年 還未能夠領取消費券 當中 據內地背景的港票 就接近三十萬人 聯署信就說 澳門在2008年起 推出的現金分享計劃 涵蓋澳門的永久和非永久居民 認為香港需要擴大現金勸適用範圍 至非永久居民 但是他們明不明白一件事呢 這件事我們也要說 你要付出一些我的看法 如果是這樣付出的話 因為要擴大非永久居民 就連外傭也要付出 現金勸要派給外傭 你不能說只付港票 不付非永久或印傭 不可以這樣 是啊 不是這樣歧視的 問題是這個又是開了一個先例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件事就真的好了 真的厲害了 外傭會收到那怎麼辦 我們只是不給外傭 我只是給有內地背景的人 那又是不行的 在香港來說 所以這些政棍他想事情 他只是想一部份 只是為了爭取 很少 他不會想一個完美的計劃出來 其實就 只會想他的受眾 好像我剛剛查一查 剛才你各位 楊岳橋 譚文豪 合起來的名字 譚岳恆 他是港嫖來的 他是內地人 他是港嫖來的 幸好他現在正在做立法會議員 可能他還是服務他的受眾 受眾都是港嫖 我的港嫖 用不到消費券 很不划 弄些來 現在就弄一封聯署出來 那封信最荒謬的地方就是 內地各省市都推出 各項補貼吸引人才 香港就算無法做到與內地一致 哇 這個硬來的 這個硬來的 人才不是用消費券來留住他的 也不是純粹靠補貼 也不是靠補貼 我想問一下 如果內地各省市這麼好 他出各項補貼吸引人才 為什麼你們這些港嫖 為什麼要飄來香港 不是去內地各省市 為什麼要去香港 這個人是自打嘴巴 你是不是按摩得不得了 你們這些狗屎垃圾 你不想罵人 你做什麼 你想想吧 Carol Child這樣的水平 十多萬個月 不止 有些他還有自己的工作 加上二十幾三十萬個月 老實說 這些人是坐以待斃 每個月幾十萬的 我告訴大家 你說大不大鑊 接著好了 他說至少 就算無法做到內地一致 要至少給非永久居民 享受港人同等待遇和福利 這樣香港有很多惡勇 那你就混蛋了 你計算一條數 你計算一條數 如果非永久居民都拿 其實要多給多少錢 特區政府 你自己想想 還有他們最荒謬的這句 以示向他們釋出善意 為香港保住這批人材 據我了解很多港票 現在都覺得香港不安全 他們現在是有好處舔盡 然後就去新加坡 我不是說笑的 認真的 這些不是吹水的 你自己去問問你們那些港票 不是港僑 不是港僑 是港票 港票 是 不過台洋讀得不準 他就說港票 是嗎 是啊 港票 不是票 不是票客 那些票 哈哈哈哈 你說有三十萬人 港票是有三十萬人 但是問題就是 還有外傭呢 外傭也有三十多萬人 在短期居住的西方人 那些expatriate 你加起來就不是三十萬人那麼少的了 港票不是那麼少 你不是說只是內地來的才可以有的 我只是要中國籍的人士才可以拿得到 你可以這樣做的 你可以 但是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你的信息就更加大 就告訴別人 香港不是國際城市 所以現在畫一條線 畫在永久居民那裡 其實我的看法就合理很多 那麽 Main亮就說 我的兒子還沒夠十八歲都沒有 為什麼那些人會有呢 所以就是說 現在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只是為政府製造大量的矛盾 這班人 為社會製造大量的矛盾 沒有必要拿出來的 真的 萬一這樣的建議真的通過了 那這個矛盾就激化了 你拿出來說都還可以 現在你這樣拿來討論都還可以 但是他有部署 他很想把這件事付諸實行 那時候可怕 我覺得 是啊 這真是嚴重的 你要保住人才 你究竟要怎樣呢 你吸引人才的關鍵是什麽 其實我們也要說一下西方 西方吸引人才 其實一直都很成功 尤其是美國 美國有不同地方的人 去他們那個國家發展 有些人就說 他們這班人純粹為了錢而已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看清楚 是純粹為了錢的 如果純粹為了錢的話 應該香港是大把人才的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香港的人工 在很多行業是高過其他地方很多的 就算那些西人 他們叫做企業 他們在香港打工的人工 其實是高過在新加坡打工的人工 事實是這樣 但是現在就有很多在香港打工的 expect就去了新加坡 或者準備去新加坡 就是那個情況 有人說那些西媒誇張了而已 因為這些是有西媒報道的 西媒誇張而已 香港沒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有些東西騙不到人的 就是我很粗淺的看法就是 現在你看看市場上 扔出來那些二手車 尤其是那些要走的那些西人 要處理了他們這些物件 扔出來那些車 扔出來那些租盤 你是看得到的 還有如果是有很多人去香港 去接貨的話 這些價錢理論上就不會怎麼跌 尤其是西人住那些地方 西人喜歡開的那些車 理論上就很快會有接盤合 現在的情況就不像這樣 因為我們當然是知道 有些人在香港是認識的 有些人是做二手車 也有做租盤 現在的情況就不是很妥當的 莫叫姐姐就說 香港議員最高薪金 當然啦 香港議員還是坐以待幣的那一隻 每個都是幾十萬一個月的 還有其他錢給他賺的 其實現在是很麻煩的 我也跟大家說 這樣的情況不是很妥當的 可以保住這批人才 我就不相信收不到消費券 那些人會走的 從來都不是這些東西的 也不是一萬元消費券 就是釋出善意的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一萬元就是釋出善意的話 你那些事業都紀念價 你那些事業都紀念價 是不是 所以 現在我看到這幫人都很有趣 其實香港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有一幫做金融的人 其實就移居BNO祖國 而且是中上層的人 他們移去BNO祖國 而且是同一間公司 就給錢在英國請回他們 有很多這種情況 有些人覺得BNO祖國是無能用者 其實不是的 無能用者是有一部分 但是 不是全部 嚴格來說 英國人是隨便有聰明的 有些人在香港真的做得挺好的 尤其是做那些跟金融有關行業 尤其是計算風險那些 那些有關的那些人 現在很多是 他們將這些辦公司搬回英國 他們現在可以搬回英國 那就是 將香港中上層的人 送去英國 用BNO祖國 收權兩約BNO祖國 都未必為一萬元留下 沒錯 我就是說 如果有些人要離開的話 你保不住那些人才 還有 就是很坦白說 有內地背景的港票 其實 我很粗淺的看法 有百分之六十 其實 都是會考慮 再移去其他地方 我告訴大家真相 我現在這個 估計是很保守的 百分之六十 事實就是 其實可能 港票離開香港的比例 或者有計劃 再去其他國家的比例 可能是去到七八成 香港長期以來是一個跳板 對於某些內地人來說 他就先來香港一會兒 接著就再跳出去世界其他地方 那些人會不會因為你給一萬元 他去保住這幫人才 不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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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質不是這樣的 還有 有一樣的 我看到之前有些 人稱京官的人 我就覺得他不是京官 別人就說他是京官 李子敬就說他是京官 他就說永久居民的身份 不是夫之則來的 而去BNO祖國回流 就應該申請工作簽證 這是他去年說的 這個人是去年說的 坦白說 你說這些話 嚇了多少人才行 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那個人的身份 說這些話 會嚇到多少人 要離開香港 他不介意的 他不介意的 製造到話題就行了 到最後就是 這些就是說知道你死的 他根本都不知道 是想香港好 還是想香港死的 去到幾前床 覺得香港還有運行 好厲害 弄壞他 Pick Lily就說 我有些卡聲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你們如果知道有些侄 有一天就告訴我 Mandy Lung就說 一萬元樓人才 真的當是沒見過錢嗎 哈哈哈哈 還有Diane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鄭Eric就說 如果一萬二樓低 就不是人才 我也是這樣看的 港漂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內地來香港的人 內地來香港的人 我們香港人 就很少用港漂這兩個字 我們叫他做內地人 內地背景的人 我們經常都會這樣說 或者是國家隊 這些是鮑義的字眼 當然有些人會用 有貶義的字眼 我們不會說的 我們一定是說鮑義的字眼 或者是比較溫和一些的字眼 Ford Weiss 說眼光狹窄 如果是50年代就不同 如果是專才 到香港本身都有實力 一萬元對他們來說 就不是很重要 沒錯 沒錯 對 他們不會理你 老實說 這些是嚴格來說 這些是貶低內地來港的專才 我的看法就是 很奇怪 你當人是黑衣嗎 人家來也不是只賺一萬多千 能夠以優財專才來香港 你整班立法會議員 竟然出份聯署 聯署還要給下任特首 這是不是在鋪著陷阱 給下任特首踩 我也不知道 Patrick Wong就說 各位網友 全日安 我們說得很對 契女兩夫妻就是金融的人才 他們在做公司 就是移私回英國 跟他們入英國籍年底就離開 我們聽到這些故事 不是只有你契女兩夫妻 而是有很多這樣的案件出現了 不要以為很過癮 你走就走 不喜歡就走 一個是這樣 兩個是這樣 現在是有一個潮流 是這樣的 好 那麼多人走 然後你就要出一些消費券 這些賣的賣 來留一些港票 來代替他們 代替他們離開了香港的人 能不能夠代替到呢 第二 這個建議 這當作是黑衣的建議 根本就是 這班議員想這些事情出來 每個人 這個議員每個人都十幾萬一個月 那麼多人加起來 那麼多人工 你想這些事情出來 很不值得 香港還在付錢 這些人 出錢給這些人 想這些事情 你又出來 你又出來說要爭取 如果你說要爭取 你很簡單的 你說 覺得應該令社會有更多的動力 一些長期居住在香港 但是沒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人 都應該可以有消費券 那你就不需要抬些什麼港票出來 又不用說要跟內地看齊 其實你跟內地看齊 如果跟內地看齊 可以吸引到人才 那些港票都去到內地的城市 為什麼在內地吸不到人呢 我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在內地 其實那些大學 早幾年 是經常出提供 給在外國獨博的人回去的 當然 有人是回去了 但是回去了 有些人都要趕著要走 為什麼呢 就是表面上看起來的 那些提供很好 但是實際上 那些提供是不行的 問題就是 跟同事的關係 是處理不了的 就是在外國住得久的人 回到內地 跟同事的關係 處理不了 為什麼會處理不了呢 我也要說出那個情況 給大家聽 文化是不同的 就是內地到現在 尤其是他拿出一些提供 他有些好一點的條件 有些大學 他會幫你安排 房子給你住 宿舍給你住 那些 其實拍照出來 是很漂亮的 但是實際上 就清水房都不如 還要你淫錢去裝修 那些人是有氣的 心裡有氣的 就是說你說到 那個條件很好 但是實際上 那個條件是不行的 他心中有氣的 其實有些人回去 結果有些人都要走出來 事實就是這樣 我告訴大家 有些事情 你說我跟內地看齊 如果你內地真的這麼好 你就回去內地 對不對 我不是想搞這些矛盾出來 我只是告訴你 你們這些政棍寫這些東西 實際上是代表了什麼 還有人家怎麼可以拆你的話 你想想也知道 雖然不可以跟內地 那跟內地看齊 如果跟內地看齊的話 真的很吸引 那跟內地看齊 那跟內地看齊 為何你們這些港漂在香港呢 是不是 我只是說過事實而已 有時候 說真的 你們這些政棍 不要亂來 有些事實 你一定要如實說出來 誠實一點 這幫人不誠實 是啊 他們是不老實的 小網就說 內地是派樓吸引人才 其實我告訴你 派樓都沒有用 其實事實上是 其實 你派分配一個住房 給做科研的人 有些人都不喜歡的 事實是 還有課不對版 有個問題是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之前在內地試過有些情況就是 在外國讀完博士 回去教書一兩年 然後 其實有些慘劇出來了 就是 打上司 那些情況 因為 覺得被人騙了回去內地 有些人 我講過事實出來 就是這樣 而且內地有些單位 是不老實的 講一些話 是久留留的 實際上 是給不到人 你給不到人的時候 又很麻煩 然後 本身的待遇 比外邊回來的海龜 又高過本地人 本身已經有矛盾 本身已經有矛盾 你還要激化那個矛盾 這些就是很麻煩的事 我講一個真相給大家聽 如果 我講一個認真的說話給大家聽 我不是說要說內地不好還是怎樣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內地有很多好的事情 但是 你不要說到一面倒就是內地好過香港很多 這樣說是不對的 尤其是你是香港的議員 你這樣寫這些文章出來 寫給李家超 我都覺得你按摩的了 不好意思 我都想這樣說 不想這樣罵那十八個人 十八同仁 建制派十八同仁 他都屎巧一挪挪的 回覆他的肌 Fort YH就說 我女兒公司請了一個專財 人工不高 但是他帶了老公下來 立即買樓生小孩 你說用不用渴望政府派一萬 坦白說 一說起那些優才計劃 他們那些指標 你猜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拿到 在內地 這是一個稀缺 我現在說一個大實話 這是稀缺的東西 那些優才指標 其實是在內地 前幾年有人給錢買這些優才指標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是說真的 你去溫州問一下 那時候就是有人買這些優才指標 事實給大家聽就是這樣 Susan6666 多謝你的支持 Pet Chan Wong說 補充一句 他們兩夫妻是去到有樓給他們住的 他們可以半價買 不是偏遠地方 在公司附近 是啊 所以 現在其實 大家都是 在找一些適合的人 你現在想這些東西出來 說這些東西 你不是很久不得了 就是這些議員 好了 還有 永久居民身份 不是永久居民身份 非呼之則來 你老尾 你再說這些東西 好了 那你就有時間去搞 謝飛說主要是公平 收權兩又搞分法 就是這樣說 他們這樣搞出來 之後到最後 我想他們是沒有心的 那些議員是沒有心 說要分化社會 但是他實際做了一個效果出來 又是令到香港人的氣不順 現在就很不考慮 沒有全盤的考慮 所以你看看很聰明的 新民黨就不是每個人有簽 你看看李子敬就沒有簽 兩個 黎動國和容可欣 容可欣 所以你看看很聰明 你看看他們有不同的戰線 他們那些人 現在你看得到 你啊 不要簽了 我們有得走一下位 新民黨是最艱糕的 有沒有民建聯 有沒有呢 尤達根就是民建聯 尤達根 對 也有 所以他們有些人在搞 很瘋 現在你看到這幫 為那些人才發聲的議員 你究竟說什麼 你們這幫人 真的好心 不要這樣 孔偉斯就說 不同的人要在不同的地方 才找到石 你說得沒錯 我說不同的人在不同地方找到石 是啊 但是他現在引述一下 內地也有很多政策 吸引人才 好老實說 講到底為什麼你們都有一幫人在香港 現實就是 對不對 他說內地各省市都推出各項補貼 以吸引人才 你說收得補貼的才是人才 我特地買個菜場來騙補貼的那些 都是人才 說真的人才很少吃勝虎補貼的 我老實跟大家說 你騙人那些哪是人才 那些是垃圾 垃圾中的垃圾 Sam Pickham就說 全部都是口口口 沒有腦症棍 W吹吹就說 梁美芬真的愈來愈不知所謂 他愈來愈離譜 想的事情 我不明白他們在想什麼 英雄樹下小仙家 就突破猛腸 這個十八童人 他說每天都在 哦哦哦哦哦 哦哦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的人沒有簽 你要記住 梁美芬有唱歌的 哈哈哈哈 Maverick Wong就說 那些人已經把 愛國愛港者治港 搞到等同於 蠢人按狗 舌分咕嚕治港 其實這幫人 在愛國者治港 這五個字上面 貼屎 其實是 好心他們 聰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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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政府做事都很不錯 有很多時候 喂 你們這些人配合一下 不要當自己什麼都懂才行 最慘的是本身都不懂 又要裝懂 還要亂講 那些狗屎垃圾 滴丁就說外來人才 本身已經人工高福利 沒錯 不會貪你消費券 還製造一個社會分發 剛才收權量說得對 香港基層主要是照顧基層 這些消費券 你想想 其實香港中上層 要消費券有什麼用嗎 其實消費券本身是照顧基層的人 三分鐘都沒有用過 你在中上層 你不會去街上買東西 沒有機會用到消費券 Cindy Law說 知識一路只刷中央客 他不是刷中央客 這幫人根本是在中央面上貼屎 去做的事情 他說的那些 根本都不了解內地 一看就知道 其實他一說 我一看到 他一說 內地都有出事吸引人才 其實我曾經給過一些 內地怎樣吸引人才的條件 給一個在英國Google 在他們的AI中心做事的博士後 阿哥看過 內地的條件 根本跟他們請過碩士的人差不多 是沒有吸引力的 其實事實上也是 不是那麼容易的 如果你要吸引人才 你說內地吸引到人才 其實老實說 事實就是 有很多東西 你吸引人才 要整個package 真相是這樣的 有些好的事情 你要承認 內地有好的事情 你要承認 內地不好的事情 你都要說出來 之前那些科研機構出了多少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些事情是還沒處理得到的 那些維威威的文化是很嚴重的 現在在香港 有人就是在搞這套 現在就是在搞這套維威威這套 你說如果香港給人感覺 是一個要維威威的地方 你覺得是不是 會吸引到真正的人才呢 你自己想想 有時候我也不想說 Cindy Law說他們自以為是貼國家金 他們貼國家金康就有 他們這班人 他們這班人 就不會貢獻國家的 這班人 我告訴大家 屎嬌就多 是啊 是啊 這些真是麻煩到不得了 有些人是 Carol Chai笑死那些泛民 我也不知道 Carlin Chan說 真的拿大掃把 拍四把垃圾走 一天都說了 不是啊 你是新加坡 Carlin Chan 所以香港不好 對新加坡是好的 有著數的 是啊 我告訴你 香港現在這樣 就是死到這樣 找些事情來搞一些議員 其實 令到很多人 想會去新加坡 所以我的朋友 他跟我說 Raymond 你一起搞新加坡移民 好啊 這個一定有得做 那我當然拒絕了他 因為我也不想香港死 但是現在有一群人 真的這樣搞 搞到很容易 那些人去全新加坡 是啊 新加坡 新加坡沒有言論自由的 現在在香港 有言論自由 但是 言論自由 是不是比新加坡多呢 不會 我的看法就 差不多 就是你不要說 在新加坡 你不說一些 反政府的話 就沒什麼所謂的 香港現在都一樣 香港都一樣 你說煽動一些種族仇恨 煽動一些宗教仇恨 這些都不行的 在新加坡 但是香港有很多人 喜歡說說那個宗教怎麼衰 說說那個種族 多麼可我 這些是比較自由的 這方面 這些壞事是比較自由的 在香港 那麼吸引人才的關鍵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你起碼給人的感覺 你都要 社會是包容度高一些 而且實際上 你不可以太政治化 這個重要 政治是滲入了 每一個人的生活 每天都在 譬如有些人在亂參 罵政府 吵吵吵 其實不妥的 那個社會是懶的 有人說美國也是這樣 但是美國也吸引到人才的 這個事情 我們稍後會解釋一下 就是講一下美國的實際情況 美國很有趣的 因為它嚴格來說 是有三層有多的政府 你一般人平時接觸到的地方政府 其實不是很理會一般人的生活 而且地方政府的投票率 從來都很低 其實在外國就是這樣 總之就是多一些 自由少一些管控 他們那種做法 所以有些事情是不一樣的 有些事情 走路 走路 走路